隨著日本的通膨持續高於央行目標 很顯然的他們必須政策要轉向 所以日銀由哥轉英的可能性是越來越大 那要是真的升息 他們銀行業的國內這券投資組合 將會面臨虧損 這是日本的核心通膨 我們就是說剔除生鮮食品的核心CPI年增率 你可以查學了 都是一路一路的走高的 今年1月的時候最高還衝上了4.2% 創下了40多年新高 今天最新公布的2月年增率算是下跌的 大幅滑落到3.1% 但還是連續第11個月高於央行的2%目標 而且下滑主要是反映政府的補貼影響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政府的補貼 基本上這個數字是會進一步上升的 任營下任總裁直填河南 他調整政策的壓力並沒有因此而減輕 那麼在整個通膨的延燒影響之下 現在儘管日本企業他們響應政府說要來加薪 不要讓民眾覺得錢變薄 但來看看日本勞工的實質薪資 還是一直在縮水的 根據官方統計 日本勞工1月的實質薪資 比起去年同期最後這個位置了 是大減4.1% 這個大減4.1%的幅度比市場預期還要來得更糟 甚至累計算下來 已經是連續10個月都縮水的 也就是他們的實質薪資不增反減 同時1月的減少幅度還創下近9年來最大減幅的紀錄 所以我們知道日本長期以來的政策可能真的要改變了 過去他們堅守的超寬鬆貨幣立場 如果現在政策轉陰了 不但會造成我們跟講的 銀行業的國內意見券出現虧損 還會導致借日元來投資其他貨幣資產的 利差交易瞬間逆轉 此外日本出口商享有的匯率競爭力 也將頓時煙銷雲散 因此可以說是千一把動全身 要如何防止金融市場和經濟失去 已經成為日盈的最大考驗 全球通膨持續發高燒 各務央行為了抑制物價漲勢 接二連三啟動激進升息 最後日本還在堅守超寬鬆貨幣政策立場 不過隨著物價上漲打擊內需 導致經濟陷入萎縮 越來越多專家預期 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 四月卸人後 日盈就有可能調整政策 為日本經濟、產業和金融市場 帶來天翻地覆的改變 有經理人形容日盈政策與日元 是2023年所有市場變盤之母 目前日盈除了採取負利率 還實施量化和質化寬鬆政策 並搭配控制殖利率曲線 來壓低借貸成本 藉此活絡經濟 一旦捨棄殖利率曲線控制政策 日本公債殖利率 勢必將大幅上漲 與殖利率反向的公債價格 就會重挫 可能導致日本銀行業 掀起大規模資產減激潮 衝擊市場對銀行業的信心 根據統計 日本大型銀行和地區銀行 目前持有高達 1.1兆美元的債券 其中將近三分之二是公債 日本金融廳日前表示 作為全面評估市場風險的一環 已經開始檢視日本國內的債券投資組合 雖然金融廳否認這項評估是基於日銀 即將調整貨幣政策的假設 但這項舉動還是凸顯出 各界已經意識到政策轉向帶來的潛在風險 除了銀行業恐怕遭受巨大衝擊 日本出口商也將是日銀調整政策的一大受害者 因為日銀捨棄超寬鬆立場 將引發日銀激進升值 竟然削弱日本出口競爭力 包括本田汽車 日產汽車 以及SONY等公司在內 許多日本企業最近都以日銀疲軟為由 調升猜測 如果日銀大幅走深 這些業者很有可能被迫回頭下修展望 不過日銀升值也有不少好處 除了有助於抑制物價上漲 提振民間消費之外 日銀走強也渴望吸引外資流入日本 在日銀走扁影響下 日股2022年前九個月 有八個月呈現外資流出 其中兩個月金額甚至超過一兆日銀 但隨著日銀觸體反彈 外資十合十一月雙雙反售轉買 日銀舍替超寬鬆立場 牽引法動全身 不僅日本官員要有配套方案 預防金融市場失序 投資人也該思考應變策略 才不會措手不及 新新聞 林文明 姚視團報導